厦门佛市展慈一志工推广禁思人文 甚至有照顾户现身说法 期待能够有更多人加入善的行列 拿着禁思语想要和大家结个缘 但可不是每个人都会欢喜接受 慈一志工能善解 只要能够遇到有缘人 自己的欢喜心一定加倍 透过跟人家的分享 我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厦门佛市展慈一志工推动禁思人文 护理师宋世伟 过去都休于向人传法 这次请了五天假 全程解说感受深刻 真的我们卖的不是真的不是商品 而是在传法 还在传商人平时对我们的教导 还是把这份证知证件 去分享给所有的众生 当那份信念一起来说 那个小我就会被洗滴掉了 大爱感恩科技 更是由一群环保志工来说明 以资深经验 鼓励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 王欣明就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去年来参观 今年特地带着朋友一起来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没有自己 只有一起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 来保护我们的地球 来帮忙的不只是志工 还有多年来慈禧陪伴的照顾户 改变很多啦 现在我自己能走路啦 现在也有去工作啦 被火烧伤的患者 也加入工作人员的行列 自己在一起心情特别开朗开心 因为不同的姻缘走入慈祭 也都期待能有更多人 一起来认识慈祭 大家新闻知识美志工 下面我们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